百达斐力 典雅精致 代代相传 尽在昌兴 亲爱的观众朋友 欢迎大家准时收看津津乐道 我们现在正在Westfield Very Fair的CH Premiere里面 今天我们首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位我们的好朋友 他的名字叫做Janny Janny你好 Villy你好 其实我们今天是怀着非常兴奋的心情 为什么呢 今天不但是要销售完全没有这个意思 而是要跟大家介绍世界上最顶级的手表 就是Patek Phillip by Dafe Lee 对 173年前 当一个人遇到了另外一个人 他们各自贡献自己的才华 并且冒出了火花 然后就设计出来全世界顶级的手表 我们听听看Janny怎么介绍 对啊 刚才莉莉提到的 就是那个两个非常好的partner 一个是Antoine Patek 另外一个是Adrian Phillip 就是那个Janny其中的百达跟斐力 他们两个人的天才 一个是最好的顶级的座表师 另外一个是最好的生意人 这个试验呢延迟了173年 现在所有的人如果手上有一块Patek Phillip的话 他只是替这个名表管理 因为他是一个传家之宝 可以留给你自己的下一代 下一代 并且是越古越值钱 那个是真的非常的真的 实际上呢 百达菲力在过去170多年以内呢 一直是一个独立的座表商 所以他们每一个的基建呢 从来从头到尾的都是留在他们的Factory里面 都没有说过外露出去 加上在过去100多年以内呢 他们是No.1做了最多的专利权的 专利权 所有的新的发明就申请了一个专利 其实大家如果知道了解这个表的这个行业 你简直是不可能在同一家店里 看到这么完整的Patek Phillip系列 那么今天呢 只有在Westfield Vedifere的CH可以看到 我们今天只有挑了几只因为时间的问题 请Janny来给我们介绍 那我们一挑就挑最精神的好不好 我们就看这个火花吧 对啊 我们看刚才我们已经没办法 把那个眼睛移走的 那在丽丽手上呢 我们接过来的那支呢 是非常难得的Nortonus 那个女生的满天星系列 这个满天星不是普通的满天星 对啊 No.1 那个表呢 它是满满的 超过接近10克拉的钻石 它用的都是全部VBS到Internally Flawless 头等的钻石 最难得的地方呢 它每一颗钻石的大小还不同 哇 所以就在做工上面是难上加难 是真的 那一般很多 比方说Jance的表的话 很多都是配石鹰的 那那个呢 是全自动的 全自动的一个满天星的手表 价值非凡 但是绝对是传家之宝 那个是真的 那如果说客人喜欢比较没有那么运动型的 那旁边呢 莉莉刚才提到的 来我们拿一下 那个就是百大菲莉莉的那个24 collection 哦 那是做给那个女生的 那想到从名字上面可以想到 那那个表呢 叫24呢 意思就是说24小时 24小时都可以待着它 都可以待着 对 那那个很特别的地方是说 一般24的系列都是用石鹰的 但是呢 那个呢 它是用那个 mechanical 哦 是吗 扇法条 那是非常特别的 卸击 看一下后面那个表盘是 一样的 哇 对对对 这么精致 还像上卷式 耶 还有 很漂亮 嗯 那当然从那个24 collection里面呢 也 也有那个皮带的选择 哦 OK 哇 这支非常洁白 非常配合现在夏天可以 每一个女人都可以拥有一支啦 嗯 刚才提到夏天 嗯 在旁边那支也是一定要提到的 喂 好漂亮哦 嗯 嗯 百大菲莉里面呢 刚刚才提到那个notinous的系列 如果客人喜欢说就是 不要那么多赚实的话呢 我觉得我肯定都会推荐那一支 它是用那个不锈钢 不锈钢做的 嗯哼 那有没有留意到那个贝壳面很漂亮 有 这个贝壳面的颜色非常特别 嗯 Grayish Blue 非常祥和 非常持久 非常耐看 就像一个海洋一样 的确是 嗯 手表也是全自动的 也是一个全自动的表 对 再来介绍这一支吧 哦 你很 很小的挑 莉莉 哈哈 那你提到那一支 我一定要跟那一支跟你配对 哦 OK 原因是什么呢 两个都是百达菲利里面 Number one recognized的 Chronograph手表 哦 OK 有男生跟女生 那百达菲利的Chronograph呢 一直在那个拍卖行上面 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哦 因为每一个以前历史上面 看好多百达菲利的Chronograph 都是一直在那个 奥匙里面拿到非常 你看 所以说买Party Philippines 是不能到什么网站上去买 一定要到它合法的 dealer来买 那么在昌星呢 就是最合法的 top的number one的店 谢谢 到这边来买呢 还有一系列特别的 追踪和保养的一个功夫 我们请接你来告诉我们 对 那个非常的重要 在我们那边购买的 每一个百达菲利的手表呢 我们都会负责 跟那个用物 去那个瑞士那边去登记 那往后呢 那个Factory里面 如果寄到你的那个杂志 或者其他的资料呢 全部都是跟原厂那边 已经能信了 就好像有一个出生子一样的 对啊 嗯 真是特别 OK 我们看完了这么名贵的表的话 大家是不是有一点动心 的确是 都欢迎大家到Westfield Velifair的昌星珠宝 来看看 来参观一下 来品味一下 并且我们听过了 今天的这个episode呢 对Party Phillip 也有一番详细的了解 那么我听说 另外还有一支表 是 是从一出场 他就已经知道 今年是什么样子 他的年啦 月啦 日啦 通通都已经set在里面了 对啊 我们以下来有两个 重要的系列 我们要介绍 OK 刚才我们一早提到 那个百达腓力有很多的倦利权 对吗 对 那在1996年中的时候呢 百达腓力有一个很重要的发明 这是我们现在说的那个 annual calendar OK 那个年利表 年利表 那在我们两个手上呢 有两块 同样的功能都是年利表 但是那个设计有一点不同 但是基本上呢 那个客户也可以看到 用一个表盘看到那个月份 星期跟那个日子 对 那他特别的地方就说 每一年真的要调一遍 就是3月1号 到了每一年的3月1号调一下 他就知道未来的年月日 比如说有的月是有任月嘛 任月他要调 他任月是要调 对 但是其他的日子 比方说7月或是8月 比方每一个月里面有30号 30或31天 全懂了 他已经懂了 好聪明的表 很聪明的表 OK 那刚才莉莉你提到说 如果说任年里面要怎么办呢 对 他还有更聪明的一支表 对 更聪明的一支表 我的天哪 这是一支男士的表 对 那个呢 就是百达腓力 更高一层的 顶级的 顶级的万年利 万年利 所以他一出场 就已经把他每一年的 这个年月日 润月等等 他都已经知道 都已经塞在里面 这个功夫实在是不得了 所以最懂得难表的人 他一定很希望能够拥有 这样的一支表 真的 好像今年好 那个2012年 就是有那个2月29号嘛 基本上就说顾客 如果拥有那支表的话呢 Don't worry about it 一起来就已经都调好了 你自己的脑筋还要好 对 太厉害 那Jenny 那听说这个Patty Phillip 在欧洲他们那个地方 还有一个博物馆呢 对 那个Bagafili 在那个Gerniwa那边 有一个很漂亮的 那个museum 他们是open to public的 所以如果观众朋友 很喜欢收藏手表的话呢 实际上也很欢迎在 过去那边参观 可是我觉得你们的店里面 这个Patty Phillip 就已经有这么多表了 何必跑那么远呢 还要跑欧洲 你也讲得很对 就可以到柜店来参观选购 因为这个表现在已经是 自己的身份 还有自己的财富的一个象征 在珠宝都有了以后 就要拥有一支 很好的表 或者是树枝 那我知道很多人都已经有树枝 Patty Phillip的表了 实际上Bagafili 第一局是非常保值的算则 对 的确是 那我们今天非常高兴 今天你带了这么丰富的知识 来介绍世界顶级的民调 那么我们对于 昌星的这个雄厚的财力 还有它的reputation呢 也是更加一步的信任了 非常感谢你 谢谢 谢谢Lily 好的 观众朋友 我们今天的这个单元 到这个地方结束 感谢您 欢迎我们通通到 Westfield Valley Fair的CH 来参观选购 接着请继续收看 星期日热到 拜拜 拜拜